今天的比赛 敏鲁磊依旧在阵容中安排了小将朱燕熙和翟小川首发登场 足见敏鲁磊对这两员小将在防守端的表现十分自信 手节开局 金鱼队由马布里突破抛射率先取得两分进仗 不过山西队的外线射手段江鹏随即欢迎颜色 并且利用金鱼队的防守犯规打三分成功 开局阶段 两队在篮下的争夺异常激烈 翟小川接马布里快攻得手 朱燕熙随后三分打把命中 金鱼队攻势虽然猛烈 但领先优势始终被山西队控制在两分以内 山西外援查尔斯的篮下突破和跳投得手 帮助山西队一度扭转了劣势 他们以四分优势反超金鱼队 关键时刻 金鱼队依靠莫里斯的罚球将笔分再度扳至26平 首节末 金鱼队凭借着急折的进攻得手将笔分反超为28比27 第二节的争夺以急折的三分命中拉开战幕 原本胶着的笔分因为山西队的投篮手感下降 而被金鱼队一度打出了一波8比0的小高潮 8分的优势让金鱼队在进攻上更加胸有成竹 朱燕熙再次命中3分 让金鱼队以57比46领先对手11分结束了半场争夺 第三节依旧是金鱼队率先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急着的篮下进攻和李学林在外线的3分 让原本就陷入得分荒的山西队更加慌乱 段江鹏和张学文这对山西双子星在外线手感全无 而双外圆的低迷更是导致山西队进攻乏力 金鱼队则是越打越顺 急着莫里斯的扣篮更是点燃了金鱼队全队的斗志 85比67金鱼带着18分的优势进入到末节 末节比赛大比分领先的金鱼队在马布里的内外侧应下 将分差拉到20分以上 这样的优势始终没有改变 唯一的悬念就剩下金鱼能否创造赛季单场得分新高 而翟小川的伐篮命中让这个悬念变成了现实 121比97 北京金鱼最终以一场完胜击败了山西队 以赛季单场得分新高 迎来了赛季开局7连胜 体育频道综合报道 121比7